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孙姐,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最近我坐了越南航空的飞机 从胡志明市出发飞到巴黎,直达的班机 飞机上是客满 所以我也想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越南航空HVN这支股票到底能不能买 这是2024年4月25号的新闻 越南航空旗下各子公司 它的去年税前获利约14100亿月顿 也就是约当美金5640万 看起来好像很好 那我们再往下仔细看 越南航空目前旗下一共有15家子公司 持股比例从51%到100%不等 那在2023年越南航空旗下有6家子公司 分别是Veco飞机工程公司 这个航游公司 VACS越南餐饮公司 TCS新山一货运公司 NCTS内排核内货运公司 以及Vega地勤服务公司 获利超过1000亿月顿 那这些其实都是越南政府的一个寡占的一个公司 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什么竞争者 获利是很容易 但如果再仔细看的话 除了越南航空跟太平洋航空以外 越南航空旗下14家子公司都实现获利 那这些子公司的获利呢 也只有达到疫情前的60%左右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疫情呢 对越南航空的影响相当大 所以我们看这个新闻呢 感觉上好像这个越南航空赚很多 实际上呢 它的亏损呢 是相当大的 越南航空在2024年6月14号的时候 价格是30.6 那它的这个52周也就是一年的新高 就是30.6 那52周一年的新低是10.2 所以您可以看到它这一年当中 从10块涨到30块 上涨的幅度是高达300% 那最近呢 越南航空是蛮强的 因为外资开始持续进场买超越南航空 它目前外资的持股呢 大概是23% 可是您看到最右边那一栏 EPS的部分 它都是呈现亏损的状态 这个是越南航空在6月14号那一周的交易 您可以看到在最右边 有一个NNBuy跟NNSale NN的话就是外国人买 然后呢 NNSale是外国人卖 您可以看到就是外资呢 开始在最近有大单敲入越南航空 这是越南航空所发的股利 您可以看到它在2019年以前 都是配发现金股利 可是从2019年以后呢 就没有再配发现金股利了 那在2021年的7月29号的时候 它是有增发的这个新股 那就是100股的持股 可以认购56股左右的越南航空 价格是10块 所以之后的话 越南航空就面临了COVID跟亏损了 所以就不能发放股利 这是越南航空的大股东 主要的话是CMSC 这个是越南国家资本的管理委员会 持有55.2% 然后再来是SCIC 这个是越南的国安基金 持有31% 第三大股东是ANA Holding 持有5.6% 所以您可以看到 1加2加起来的话 有86% 都是国有股 这个视频还没结束 想继续收看下去吗 每个月只要10块美金 就能够观赏 孙姐开讲越南股市的专属频道 教导您如何投资 越南股市来支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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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